各位新年快樂,記得月頭加入Patreon 雖然是假期,甚至我是有點不舒服 不過都要繼續努力和大家做賽後評 但可能真的未來這幾天會做得慢些 希望大家體諒一下 其實我一直都在檢測,一直都是陰性的 好幾天都是陰性的 但感冒一直都不清 而且最近有少少回頭 越來越辛苦,越來越累 最近也有兄弟聽得出 你好像戴著口罩來錄音 好厲害,這樣也聽得到 是啊,沒辦法了 怕全然家人,其實我太太也開始有點不舒服 受我所慮了,真是不好意思 相信都是前排世界杯太辛苦 體力透支了,又不夠休息 又來英超,最近冷一冷 那就是頂不住了 很明顯我就是受世界杯影響最大的人 就是我做足64場啊,大哥 又發現多一個世界杯在冬天搞的壞處 冬季身體底泡力差一點 再這樣捱一捱就搞成這樣 新年流流 不過萬聯就好餓很多了 絕大部分球員都在八強或者之前出了局 不過始終都沒有什麼輪換空間 今天就只是輪換了一個人 相反 狼隊那邊整體休息時間更加多 所以萬聯今天其實是面對真正的考驗了 正如我Patreon的賽前預測所說 狼隊休息時間和距離下一場休息時間都比萬聯多 體能休息有助於狼隊去防守 而萬聯的組織雖然是有進步 但是上一場球的森林這個對手太弱了 所以整場球絕大部分時間對著狼隊 都是好像我預測所說 萬聯真的很難入球 其實我是猜0-0的 比賽一路打下去其實都是非常似0-0去原場 萬聯真的沒有什麼真正入球機會 最多就是那些高球斬入去明買明買 用頭錘頂一頂頂兩頂那些 這些都是很難把握難度高的機會 完全是因為狼隊的防守真的不錯 很多人都說狼隊今季防守差了很多 沒錯,不過是季初很差 炒了教練之後 現在用盧帕蒂古就不同了 盧帕蒂古執教西維爾也證明了 他指揮防守是不錯的 狼隊的防守有大進步 主要就是之前的教練 那個打法是太過進攻型的 不適合中型班去打 而盧帕蒂古就要求攻守平衡 盧帕蒂古的確是比較懂教這些中型班 不過我也要很公平地說 其實萬聯今天的組織都是不錯的 繼續有進步,繼續流暢 例如大家可以留意29分鐘的快攻 很漂亮的走位 第一時間的傳送 但是狼隊那邊的防守 依舊賣力出色到位 瓦解了萬聯這個機會 是令到萬聯不能射門的 狼隊今天的收縮防守區域 都可以說是沒什麼漏洞的了 有時候我們還看到前鋒的 迪亞高哥斯達都參與防守 我自己就數到有兩次的攔截成功去打反擊 一次是搶到艾力神的球 另一次是搶到卡斯米露的球 可想而知 狼隊的防守是很整體的 所以萬聯的確是面對真正的考驗 拉舒福特打開僵局之前 萬聯的確只有一次真真正正入球機會 就是16分鐘那一刻 絲美道送大禮 要靠對方送大禮才有 加拉祖單都把握不到 其實這一次本來是萬聯的反擊 萬聯的反擊組織又是做得漂亮 通過了馬斯亞的支點 艾力神的直線都很流暢 找到加拉祖 但狼隊的防守也是繼續包得了 而絲美道當時的防守路線本來都沒有問題 只不過是他選擇交給守門員的時候 這個方法太過危險 又交得不夠力 的確是低級的失誤 絲美道在巴塞的時候 都是很多時候做這些短傳連結 而後場拆球都是肉酸失誤送禮 例如疫情期間 對巴仁慕尼克那一場 都試過後場很近地交給隊友 害死隊友 所以巴塞才放棄他 但這次搜捋完阿薩 就是封位封得不錯 而且一直以來狼隊的防守都OK 加上教練盧帕迪古是有臨場應變 例如發現上半場的反擊次數不夠 就半場即刻換入阿當馬 加強反擊 減低九手必失機會 之後還變成五個後衛 所以曼聯一直打不開僵局 其實都合理的 如果不是拉舒福特突然之間 去到75分鐘比賽的是中尾段 能夠做到這個意想不到的進步 這場球真的極大機會0比0 但坦克又再一次證明到 他真的能夠幫到球員開竅 拉舒福特這次這個開竅 有些令我想起17-18球季 上半季哥迪奧拿令到史達寧開竅 史達寧又一直被人恥笑 突然之間變得很厲害的那一季 今天的拉舒福特入球之後 他指著自己的腦 即是告訴全世界 大家知道由現在開始 他踢球就適用腦 這樣說 這個入球的確表現到 拉舒福特終於適用腦去面對密集 面對密集 他這次首先拉邊接應的球 就相當關鍵 因為當時狼隊五個後衛 拉舒福特作為進攻點 不拉邊的話 就只會益對方更容易防守 而拉舒福特一拉邊 就立即可以給自己空間 可以一直面向前面接應 這樣才會有之後及後的 破密集組織入球機會 當然你會說 蘇斯一查時代當中 拉舒福特都懂得面對密集 拉邊的 有多奇怪 所以進步就不是這裡 進步是只有的事情 如果是幾年前的話 拉舒福特這一下 就會自己帶著球衝去人堆裡面 即是會是掉了 如果有兩年前 拉舒福特都只懂得站定定 斬過高波入禁區 或者送過地波直線入Half Bay 這些招式 近半年都已經被人看通了 很難再有效果了 拉舒福特一直都不懂的 就是六頁跑動 沒有波走位 但今天他懂了 他跟班奴打撞場 打撞場就是會有 沒有波走位 交球就可以分散對方的防守注意力 而沒有波走位 就有可能搞到對方 忘記了記錄他 比一年前的他乘數得多 有整體意識 就發放到個人能力 這個理論我都說了很多次 結果有個人能力 在拉斯的腳就發揮到 用身位擔住一個 再用技術過另一個 再射入 拉舒福特一直都有這些個人能力 但幾年前只懂得獨扭合 就發放不到這些能力 懂得用腦 有意識 能夠組織 沒有波走位 破密閘 入禁區 最後這一腳 還可以用回他本身有的個人能力 那曼聯就贏到波了 其實這幾年來 我都不停說 拉舒福特有進步 坊間不停罵他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比較少罵他的 除非好錯過一兩次 但是我必須要承認 之前 即使他有進步 但是又不是什麼開竅 一直都是突破不到樽頸位 但是塔加來到就立刻突破到了 所以我想萬聯球迷 現在絕對是可以感激蘇斯一查 但是就不需要再掛著蘇斯一查 即是蘇斯一查是好人來的 有團結力 是不是 但是就真的未夠班做主教練 蘇斯一查只是令到球員可以專注些 開心些去賣力 但是不能夠幫到球員大進步 另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雲比沙卡 雲比沙卡再這樣打下去 我相信他又會搶回正選位 因為他只要進攻的時候有些進步 就可以放心給他打正選 用了他本身強的防守能力 今天23分鐘又再作出一次 極度關鍵禁區裡面的攔截 本來萬聯後場猜球失敗了 被狼隊打致命的反擊也很危險 但是雲比沙卡極度有防守意識 瓦解了這次危險 一直以來我都稱讚雲比沙卡的難治是世界頂尖 可惜了 參與進攻是佛善捉塵 不懂走位不懂教球 蘇斯一查一直都幫不到 但是坦克來到短短幾個月 雲比沙卡脫胎換骨 世界盃回來之後 由聯賽盃到上一場英超到今天的英超 他的組織都是合理的 有進步的 第一時間組織倒的 有走位的 對的 即是不是撞彩的了 83分鐘 萬聯差點入第二 都是雲比沙卡適當的時候 偷偷地入到禁區那裡 地波全中 拉舒福特接應 只可惜就是手球在屍 食鋪炸糊 再這樣打下去 雲比沙卡相信搶回正選位 因為他的防守就好過這個是特洛特的 只要組織正常一點 哪有可能不是正選 這個進步 除了幫萬聯省錢 或者叫做令到萬聯沒有浪費錢之外 還有可能幫到英格蘭國家隊 找到一個好的右後位 他現在還有機會代表英格蘭國家隊打大腳 因為他還未代表乾國共和國打大腳 劉沃加查比亞就開始老了 詹姆斯容易受傷 阿歷山大洛就攻強守弱 但是雲比沙卡呢 防守很好 如果進攻合理一點點的話 他也是有資格搶正選位 只能夠說 坦克利萬聯尼遲了 如果做一年來的話 很可能英格蘭國家隊參加2022世界盃 就會有一個年輕狀態好一點的 這個雲比沙卡可以用一用 另外 蘇爾打中堅又不差 感覺上有些像是模仿馬天尼斯去打中堅的方法 可能是坦克教他的 有時候蘇爾打拉斯格交球組織都OK 調動方面 坦克半場都動了 經以用拉斯福特後備入梯 有充足的時間讓他入局 還有適合的時間換入費特 習慣看到當時狼隊有亞當馬多了反擊 萬聯需要多了防守的時間 所以找費特取代艾力神去幫卡斯米歷也是對的 坦克今天不錯了 亦都很快幫到萬聯進步 如今這個問題就可以問了 坦克似乎很快上手 會不會比當年阿迪達的第一季呢? 即是阿仙奴呢? 球季未開始之前 我預計萬聯的進步就不會那麼明顯 即是應該都會遇到很多想不到的問題 有時間想怎樣去解決 今天我們看到的萬聯突破性的進步 我相信是因為一個前所未見的特殊因素出現了 是什麼來的呢?很特殊的這個 就是影響我最多的那件事 世界盃 世界盃在中間插入季中 足球歷史上從來都沒有的東西 是極特殊的東西 但這件事反而很適合今季特殊的萬聯 有充足的時間讓他們重新理解 到底上半季有什麼問題 等於給多一次機會 和萬聯的部分球員來多一次季前的集訓機會 這樣對於今季需要吸收新概念的萬聯來說 是有幫助有著數的 其他強隊經歷這次世界盃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甚至有些會累了 但是萬聯很特殊 如果今季他們是需要吸收新的概念 和其他球會不同的 反而多些不用比賽的日子 讓他們慢慢沉澱和吸收是更好的 你看雲比沙卡閉關練功之後 整個人都不同了 今季萬聯就是這樣 遇到一次季中閉關的好機會 想不到世界盃季中插進去 都會有球隊特別好處 現在終於可以肯定一件事 就是原來萬聯是今季世界盃最大得益者 如果當年車路士的沙里 是能夠遇到這個世界盃的話 或者都得益 不過上天就將這個機會 只是給萬聯 另外如果能夠趕走 阿拉沙家族再找個好的老闆 就真的有個新希望 另外坦克手上的球員 又真的比當年阿仙奴 阿迪達第一季強些 阿仙奴都需要好幾季的轉回槍努力 才可以改善到陣容的級數 但其實現在萬聯這一群人本身都OK的 是沒有教練教得好 另外坦克的經驗 亦都是比當年阿迪達好得多 現在我們看到了 萬聯的進步是突然之間出現了 亦都叫做比當年阿仙奴的第一季 阿迪達第一季快了些 但是可不可以又像哥迪奧娜那麼快速 哥迪奧娜就第二季直接拿英超冠軍了 萬聯的進步路途當中 還有什麼要留意呢? 有什麼不可以掉以輕心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 將會在Patreon片尾彩蛋 為大家繼續解答、回答、討論下去 記得去加入Patreon支持 而Youtube這裡可以多點Like、Subscribe、按鐘仔 這樣才可以幫到Channel的增長 謝謝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週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要你可以安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